第二个问题 这有一位居士讲 我们一直都是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阿弥陀佛修行 如有冤亲债主 要让诵金刚经和地藏经 是否架杂 请法司开示 这个不算架杂 因为这不是长时间 是短时间 冤亲带主来 要求你送一部 送三部 您是特别为他送的 这个可以 我们自己主修的功课 一天都不能间断 替别人修 能抽出一点时间 帮助别人 这也是好事情 可是要记住 不能够喧宾夺主 我们主修的 要重视 吗 多多久了 我们支持明镜与室